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二個範例 第二個範例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有哪一些 各位可以發現 這邊會多兩個不一樣的東西 第一個叫做ID有沒有 剛剛P後面的話 其實沒有加任何東西 不過一般的網頁沒那麼單純 段落裡面一定會 比如說加一下ID 這個ID是P1 這個第二段的話就是P2 有沒有 然後後面又多一個東西叫class class的話實際上指的就是它的類別 其實這一般白話就是樣式 就是它長什麼樣 所以你會發現後面有一個ray ray的意思是說這個是用紅色的方式 所以將來也許這一段 它的字也許就紅色的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取得什麼 如果我想要取得裡面的資料 有沒有發現這裡面的資料其實就兩段文字 一段文字就是我是段落1 一段就是我是段落2 如果我只要取得什麼 假設我要只要取得那個 我是段落2 或者是說我是段落1的話 分別把它取出來 那我應該怎麼取得 OK 那你說老師你剛剛不是只有講一個 那個fine跟fine all嗎 那夠不夠用 等一下試試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找這兩個東西把它抓回來 其實方法不是只有一個 你會發現如果有class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再用class給它 第二個特徵 也就是第一個特徵通常會是標籤 第二個特徵的話 就是可以再跟它講說 我跟你講第二個特徵是class 那這要怎麼抓 接下來的話一樣 我們把剛剛這段程式 剛剛這段程式 其實你們可以直接拿剛剛這段來改好了 把這改的方法就是上面這段 HTML這一段 把它delete掉 然後直接拿剛剛我們 上面這一 上面其實也有 剛才直接拿這個來改好了 直接拿那個 這個第四頁的HTML 到這兩行Ctrl-C C之後的話 請你直接再開一個新的 把它貼上 再把它放大 所以上面的話是HTML 然後底下的話 就是已經給你必須要的 Beautiful Super的物件 叫SP 那如果我要取得的是 假設我是段落1好了 我是段落1要怎麼取 一樣 SP.phi 因為它假設phi的話 那如果我有幾個方法 我剛剛一樣的方法 我可以直接給P 有沒有 那這個地方我把它print print OK 然後 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phi只會抓第一個 所以它會抓到這個 OK 那我們直接把它仔細一下 這邊的話應該會取得 就是 P 有沒有 有沒有 然後而且連它的ID會出現 那如果我不要 我不要什麼 我那個 這個這個 標籤名稱的話 那就加一個.text 直接執行 我是段落1 這樣就OK了 好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如果你說老師 那可是我不要 我是段落2的話怎麼辦 跟各位講 如果你是 我是段落2 如果假設也只用phi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跟各位講 其實將來如果你要找網頁的話 第一個特徵一定是標籤 最重要 第二個的話 就是它的類別 剛好你會發現 這一個沒有標籤 這個有標籤 所以我可以在這個phi後面有沒有 再加個逗點 逗點後面的話 再加第二個特徵 我要的第二個特徵就是它是什麼 瑞的這個 也就是說 我這個標籤 第一個是p 第二個的話 它一定有類別 所以類別的話是這個 類別的話 我是段落1沒有 我是段落2才有 所以根據它這邊找的話 一定不會找到這一個 而會找到這一個 第二個 所以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得到的結果會得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 它會出現的是我是段落2 OK 所以將來的話 假如說我要找那個 網頁標籤的話 當然特別注意 第二個特徵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類別 而且在網頁上 蠻常會看到 但是這個類別 不見得一定每一個網頁都會有 所以這個變成說有 那你可以用 但是沒有的話 那你只能用 那個第一 就是標籤 那你說老師 可是如果假設我不要 用那個類別的話 假設這個類別如果將來沒有的話 如果沒有 如果你現在當然執行這一定會出錯 OK 那如果假設我不要用那個剛剛的類別的話 你說老師那我有什麼方法抓到我是段落2呢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用fine 你變成用什麼 底線O 如果你假設 用fineO的話 因為它會有兩個 因為兩個段落 所以會找到這兩個 那我可以假設我要 產生的是我是段落2的話 那記得 剛剛有講過嘛 中光阿古對不對 因為它兩個嘛 第一個是0嘛 第二個就1嘛 所以你這邊其實 另外一個方法 沒關係 如果你不用類別的話 還有另外一招 用fineO 有沒有 一樣可以找得到 執行一下 因為我這段落出現 OK 那其他的話 當然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用那個ID來找 其實ID也可以喔 只是說ID好像 因為其實類別 標籤跟類別其實也夠了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用別的方式 比如說你要ID的話 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這個比較少用 不過我順便講一下 敘述的方法有兩種 一個是加一個字典 大瓜糊 ID 冒號 P 另外一個我覺得比較推薦 用這樣的方法 就是ID等於P2 就是這樣的敘述方法 直接加到哪裡 加到這邊 不用fineO 用fineO 這邊 然後豆點 ID等於P2 OK 這個訊息 把它加到第二個 它就會找到 它是P2的 把它 這邊就不用了 不用那個 因為我有用fine的話 就不用中瓜糊 我執行看看 應該這樣也OK 我是段落2就出現了 但如果你假設ID等於1的話 執行一下 它這邊就我是段落1 所以如果假設 你要有ID的話 你也可以用ID來找 不過ID這個等於是第三個要件 而且大部分的網頁裡面 很多其實是沒有ID的 所以我比較少用到ID 我用最多一定是標籤 其次就class 最後才是用ID 請各位練習看看 如果我想要找 我是段落2的話 其實至少有三個方法 一個如果直接用fine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用剛剛那個class 這邊本來有個class 有沒有 你可以在這個 用class去抓 如果你用fine all的話 也可以 fine all的話 就跟他講說第幾個 再來就是用ID 試試看 所以總結的話 如果用方法的話 大概幾個 第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用fine all 方法1 方法2的話 就是如果你用fine 那記得這邊會多一個什麼 逗點 它的類別 類別名稱加後面 那方法3或4 我是建議乾脆用方法3好了 用這樣好了 這樣比較好 這個方法我覺得 這個不用 乾脆三個方法 方法1 2 3 那這個第三個方法就是 這個p的後面 再加一個什麼 它的ID OK 就這樣 好 那請各位試試看 範例2的部分 所以又多增加兩個重點 就是一個是類別 有沒有 一個是ID 這兩個等於是 重要性應該是排第2跟第3 OK 不過最重要還是標籤 我覺得真的只要標籤的話 應該就夠了 所以剛剛其實如果你不會 這兩個方法 其實你只要用fine all 但是你要知道說第幾個 OK這邊可能要加一個中瓜譜 因為它fine all的話 一定是個串列 你跟它講第幾個 不過我發現同學比較轉不過來 就是那個串列 OK 串列裡面太多個人 都有第幾個 而且串列一定從0開始 很多同學真的是轉不過來 為什麼從0開始 沒辦法 這電腦都從0開始 它不會從1開始 所以每次從0開始之後 總數就要減1 用它少掉一個 又是轉不過來 OK 不過這個一定要克服 如果你這個可以克服的話 我相信應該寫程式就比較順利一點 這個AI可能沒辦法幫你 你AI出來的東西一定從0開始 它不可能說幫你很貼心的 只是說你可以問它說為什麼 它會回答你 OK 試一下好了 再來的話就是超連結跟圖檔 比如說你要抓的可能不是文字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都是文字 可是你說老師 可是我要抓的是 常常會用到就是那個網頁裡面的超連結 或者說我要抓是抓那個網頁裡面的圖檔 有沒有 我直接把圖抓下來 有沒有 爬蟲不是只能爬文字喔 它還可以幫你爬上面的這個圖檔 那怎麼怎麼做 比如相簿 一堆相簿 以前相簿你要存檔的話 不是按右鍵另存新檔有沒有 然後再右鍵另存 如果有一百張圖 你不是右鍵一百次嗎 那如果你用爬蟲的話是直接 執行自動就幫你把所有的圖檔 全部批次的幫你把它存檔 再一個資料夾 這樣不是省時又快 OK 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範例3 我來看你 然後我來看你